說明 未來也會邀請明代及民間團體赴美考察 美國牛肉的衛生措施 一連串的溝通行程安排 都是希望能夠減輕 國內民眾對美牛進口的擔心與疑慮 任老師我請教你 行政部門 對於說美國可能會報復 說實在真的是很擔憂 不管說我們看到新聞局或是外交部 大概這個說法都是一樣 經濟部還有其他部會 大概也都是認為說 恐怕對臺美關係 會有很大很大的一個重挫 臺灣是在自己嚇自己 還是說美國真的會採取 嚴厲的報復行動 因為我看了一下 我是覺得有點實在是匪夷所思 就是說為了一個牛肉問題 那美國可以祭出 包括連司法引渡的這個談判 就不要再談了 然後之前的有些其他的東西 甚至包括軍購 那這些牽涉完全不同部門 司法引渡這個地方 跟司法部有關 軍購這個地方跟這個國防部有關 然後一個牛肉問題 農業部他有辦法有力量 來主導到這其他這兩個部門 對臺灣他本身的那個思考和計算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那個說明 實在很難讓人信服 因為關鍵是在於說 如果美國真的要有對臺灣有手不滿的話 我這邊手看最最多 是跟經貿有關這個議題 可能TIFA原來就已經沒有再繼續談了 然後會繼續可能會再延宕一下這個時間 可是關鍵是說 TIFA如果能夠談的話 不是拿牛肉來跟他換說TIFA能不能談 而是TIFA那時候台美之間爭議的議題 有沒有辦法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 是在那個關鍵之下 我們才有辦法在TIFA上面有獲得進一步的進展 那其實剛才也談到 我也是同意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國會 這個地方 因為對臺美關係來講 臺灣最重要還是美國國會支持的力量 可是就是說對於農業州的國會議員 實際上我覺得這很好處理 關鍵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如果說要派團去說明的話 包括臺灣的這個民意代表 包括甚至我覺得我也建議 消機會就是公投的起始的這個連署 可能要有一個代表也能在裡面 去像美國農業州的國會議員提到就是說 實際上臺灣並不是反對美國牛肉 因為這是很明顯 我只是反對牛肉的某些部分 現在在臺灣還是可以吃到美國牛肉 所以問題是在這裡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 如果說就個別的這個州的國會議員 我們要平撫他們的怒氣 實際上也可以 例如說是透過採買他們其他的一些 我們覺得安全的 或者說給他比較高的配合農業產品 還是一樣可以拿到彌補的效果 所以說這個一個對一個來處理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武器 不是說因為美方對臺灣 他有這麼多的 可以從這個牛肉問題延伸到TIFA 然後延伸到這個司法引渡 延伸到免簽證 延伸到其他地方 所以說我們就牛肉 一定要給他通過 我覺得這樣的那個就是說 危機的管理的分析 我是覺得我們一樣被接受 所以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自己可能會有損害控管哪些地方 才來說下一步怎麼走比較重要 不過我們大概能夠有一個共同 就是說這次美國牛 臺灣在制定法令 要擋住這些絞肉內臟的 這個法令真的過了之後 大概不會真的影響到什麼司法引渡 罪法引渡大概不會 因為這是另外一個部門 也不會影響到軍購 軍購是更高層次 國家安全的問題 大概會的還是臺美貿易之間 我們來看看臺美貿易 即投資架構協定 也就是所謂的TIFA 這是從九十年開始 每年臺美之間都會談一次會 兩千零七年之後 就是因為臺灣進這個美國牛延宕 然後工作內容加強推動 臺美雙方的投資 暴益以及解決經貿的這些問題 然後很重要是司徒文 在今年十月二十二號講得很清楚 如果美國牛肉可以進口到臺灣 那麼年底前就是說這幾天 然後可是最後還不能如願 希望年底前就可以恢復 TIFA的談判 換句話說 就司徒文的說法是 TIFA跟開放美國牛 是黏在一起的 你如果開放美國牛 我就會願意跟你談TIFA 你如果不開放的話 那TIFA大概就沒得談 所以蔡老師 TIFA大概對馬總統來講 會有另外一個戰略上的意義是 TIFA如果真的可以 臺灣跟美國簽了之後 臺灣跟中國簽 ACFA主力就會少很多 因為我們已經跟美國 有一個投資架構協定 再跟中國簽就比較沒有影響力 對馬總統來講 這個動作究竟損害控管在哪裡 我想這政府高層也一再 跟我們傳達這樣的訊息 一方面我們跟中國大陸要簽 這個ACFA 另外一方面 我們為了平衡一些不當的指控 所以也要跟美國 處理這個TIFA 然後後來不是也講了所謂的 河中 親美 永日 基本上是在玩一個翹翹板的平衡的遊戲 我其實蠻同意剛才宜中的講法 應該是case by case issue by issue來處理 但是我們也要理解 有時候事情惡化的一個過程 會有所謂的spear over effect 就是那種擴散效應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說不定對雙方面的互信會有一些影響 氣氛不好了 那可能會慢慢地擴散到其他的部門 那政府方面的解釋 剛才你也特別問到 就是其實如果今天是民進黨在執政 我看民進黨大概也會列出這些 種種的理由說從政治到經濟到外交到軍事 全方位都會受到影響 我相信這個政府部門會做這方面的解釋 但是又回到你剛才的問題 我是覺得其實這些人我們都熟 也都不是這個我們講粗俗一點就是三角貓 也不會說是東西南北分不清楚 其實他們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概念上講 我們說希望事情單純化 剛才這個鄭森 袁教授也特別提到了 這個中共的因素 對不對 你剛才也提到的 TIFA ECFA之間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其實不要把這些因素繳獲在一起 說不定會比較好一點點 事情就是單純化 我們剛剛前面也講了說 什麼事情都單純化 但是我又回頭想 就是說這些人 我們都認識那麼多年了 其實他們知道他們在做些什麼東西 那他們可能心裡面有一些 不能夠對外明言的一些高層次的 所謂的戰略上的考量 那你也不能說是完全的不好 因為你如果只看到短線 只處理跟中國大陸之間的ECFA 或者只處理跟美國之間的TIFA 你沒有把三方面的關係連動處理 我們一方面要求單純 不要把事情搞得太複雜 但是一方面 如果你在做戰略規劃 戰略設計的時候 你都能夠玩得非常的好 這個我就服了你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就是你萬一玩不好 兩頭落空 這次受傷最重的 會不會是馬總統 之後美國要跟臺灣簽什麼 他會就是說你上次已經答應我 後來又反悔 下次我就不太想跟你談 會是這樣嗎 但是剛才研究所也特別提到 如果美國把臺灣逼得太急的話 如果他施壓太重的話 那臺灣往另外一個美國 所不願意見到的一個結果去發展的話 那美國說不定反而畏手畏腳 那你就是在 但是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臺灣今天是兩岸三邊關係裡面 最弱的一個underdog 你在做一個最小的 你要玩兩大超級 中國大陸還不算超級強權 你要玩美國這個超級強權 又要玩中國這個區域強權 你就是等於在走鋼索 你走不好就會出事情 所以其實是有一些風險存在 那這個擴散效應 我認為多半會適可而止 不至於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但是就是說 我們要非常謹慎 不過那也看說 接下來臺灣如何去跟美國 修補關係 就是大家可以清楚知道 美國是真的不高興 是真的不滿 但是他會採取什麼樣的報復行為 大家還要等等看 那現在臺灣已經決定說 要立即行政部門 以及相關的包括民意代表 還有消機會消費者的這些代表 要組一個團到美國 去跟美國說明 我們來看看總統府的說法 以及臺灣打算如何修補 臺美關係 總統並指示 我方應盡速組團 前往美國進行說明及考察 為了展現誠意 行政部門將於近期內 組團向美方進行說明溝通 希望能把傷害控制在最小的程度 避免對臺美關係產生過大的衝擊 並在立法院休會後邀請立法委員 學者專家民間團體代表消費者代表等 組團赴美考察美國牛肉相關議題 一方面向美方表達我國民間立場 另一方面也以實地參訪 釐清國人疑慮 董事長你說的消費者代表應該就是你 你如果去到那裡 你聖書你去到那裡 你要怎麼跟他們說 我就是沒了 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們會不會去 我們都還在考慮 我們沒有接到相關的信息 總統府沒有來處理 不不不 我想我們消費者 只是在保障我們的健康安全 我們的政府本身也應該盡到這個責任 那現在政府本身事先沒有溝通 那事後我們去公投也要當政府的後盾 那因為立法院本身的立法 產生的這些相關的後遺症 我認為我們的公投的價值還是存在 這個東西就代表 我這個東西還是繼續要讓美國 感覺到台灣的消費者本身 很在意他的美國的代股凌肉 可能產生了這些相關的風險 所以我認為這個東西 基本上面我們是比